不要关掉这个视频 因为我需要让你对自己的人生重新做个选择 大家好,我是小脸 今天我要带你们看一部 男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喜欢的女生被人欺负的魔幻故事 一天偶然,新的漫画家希在乘坐地铁时 遇见了从外面冲进地铁的青梅竹马迷 只是这一次见面有些尴尬 因为迷的脚踝被扯门卡住 希和迷从小一起长大 三年级就喜欢迷的希 终于在初一的时候送出了情书 他们确立感情后因为希的害羞 所以一直频繁地通过邮件和书系联系 现实生活中却像毫无关系一样 直到毕业,迷喜欢上了别人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希还是喜欢迷 男人迷告诉他自己快结婚的消息 希男过得和迷去他家的烤楼店叙旧 迷的姐姐杨在烤楼 爸爸喝醉了和希说着胡话 突然希鼓起勇气 向迷爸爸大喊自己有多喜欢迷 就在气氛微妙时 迷的男朋友梁来了 梁的气质让希子坦不如 甚至是嫉妒 但没过多久 两个黑社会友人进来店里扯迷的爸爸 因为迷的爸爸欠了他们的钱 老爷子看到这群人出现 立刻蹲在地上不敢说话 高个子的人叫阿金 他一进门就非常愤怒 因为迷的爸爸抢了他女朋友 所以想报仇 听到人不在就开始砸东西 迷看不下去想把他们赶走 因为迷动手打了他们 就让阿金感到愤怒 他拿出枪对着迷 导致一旁的梁想出手救援 但是却被打晕 即便梁已经晕死过去 但是阿金还是不肯放过 和阿金一起来的大哥让他别踢死人 但阿金却凶狠地把枪指着大哥 于是他只好不再作声 阿金的抱负欲很强 他为了让迷的爸爸后悔 于是打算侵犯迷的尊严 此时躺在地上的迷 伤心地说了句 西 你在那里吗 阿金这才发现 爬在角落里也瑟瑟发抖的西 于是他走过去用枪指着西 并且不断地嘲笑他 当西过着用机说出 走死你的一瞬间 西的词相有点难能返回 因为西的死法有些作书 大哥觉得阿金这人实在太恶心了 于是他逃出枪打死了阿金 然后乱无其事地吃着烤肉 在西死后 他灵魂来到一个地方 看到自己居然就这样死掉 他忍不住大哭 自己才20岁 尽管他和上帝哭诉 但上帝只让他往前走 这样就可以去下辈子了 西不愿意就像结束没用的一生 他想勇敢一次去面对生活 于是西朝反方向冲刺 上帝在看到他的决心后 于是送别了他 西在复活后 他再次面临着被阿金勇枪威胁的局面 但是他不想重蹈覆辙 于是反抗抢走手枪 瞬间把阿金打死 在之后又抢了大哥的车 带着迷的姐姐和迷开始逃亡 但阿达死黑社会成员阿金 事情并不会这么简单地结束 但西带的两姐妹刚上路不久 后面就追了好几辆车 黑社会还给车上通话恐吓西 但西没有被吓到 反而很有气魄地围经了黑社会老大 西此时在放飞自我 他把火力开的最大在道路飞驰 像在踢足球一样 大概要追逐赛 甚至他完成了侧轮滑鞋 然后一番周转把车辆都给甩掉了 可当西把车开上大桥后 他还是被前后夹击 进击中西把车开进了海里 不知为何突然海里急急的巨大海浪 推翻了最大的车 其而两姐妹掉进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两姐妹被吓坏的时候 西鼓励他们说 恐惧 产生于人心 放大心中的希望 假装自己很开心吧 在这里他们爬上了一艘颇旧的船 西杀了人 但他却毫不在乎地把这当成了一次冒险 姐姐一样无法理解这样的西 于是西就说出了自己其实已经死过一次的事实 但是这当姐姐更不理解了 这时船上又爬上了一个一山南绿的老人 打过着这里危险 强行把西拉上了小船 他们三人一上船后 后面的旧船就开始爆炸 于是大家在巨场中平平滑降 他们来到了老人神奇的小家 这里应有尽有 虽然老人有些色 但他做的食物很美味 大家饱餐一顿后 老人开始说起自己的经历 他已经在这海里生活了30年 因为当初做非法交易 被请他追逐 然后跟着船在海里被一头金给吞了 经过老人的讲述 他们才明白自己现在就在鲸鱼的肚子里 于是正如老人喝醉 西带了两姐妹想要逃走 男和西奔不顾身地挑进水里 后被老人及时发现 然后大喊危险 鲸鱼进食的时间到了 幸好的是 西他们最后都被救了回来 至此 两姐妹和西都一蹶不振 他们没想到 要与时隔绝地带在鲸鱼的肚子里 一辈子就沮喪不已 最终 孩子姐姐杨先振作起来 和西一个人愤恨地摔个东西 然后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在水里的无助 让他明白了现实 于是 他找到了老人道歉 老人很开朗地说 自己当初也很难过 但是他活下来了 并且学会了感受生活 塞兰开始适应这里 米学会了游泳技术 西开始画漫画 娱乐大家 老人掉饭做鱼 杨开始行为异素 他们的生活短时丰富了起来 一天 西和米独自在船上聊天 米温柔地回忆起 小时候和西的记忆 这时西说出了一个 关于迷的动漫构想 把他抖热了 于是两人的情愫迅速升温 他们毫无顾忌地 拥抱在一起情乐 他们又幻想增添生活的乐趣 并且 还在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过往的日子 在回忆中回旋 终于有一天 西和两姐妹 再次尝试画架 想要画出去 然而这次阻碍他们的巨浪更大了 索性三人最后死里逃生 老人说也许鲸鱼快死了 等他死的那天 这里就会被淹没 于是西更加坚定了要出去的决心 即使外面对他们来说很危险 但是西认为 外面有大千世界 有无数不同的人 有彼此不同的人 拱闯了世界 即使我很逊 我很惨 可我还真想出去 用双手 创造出自己的人生啊 大家都被西鼓舞了 他们找到了发动机和机油 转面用那艘船出去 于是他们马上行动 绝证的时刻到了 每个人都以最大极限 去挥动自己的手臂滑降 直到整个船成了碎片 接着 他们开始冲向 引面而来的激流 接着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 包括一片碎片 还有脚底的龙毛 在分散的时刻 他们也不忘互帮互助 他们激发了无限的潜能 即使骨头断了 即使脑中的回忆 瞬息而过 喜欢向了无数种 出局后的场景 例如 自己和谜结婚生子 老人成了手丝店的厨师 姐姐成了健身教练 亦或者自己依然无所事事 等各种画面 最终他们成功了 可此时的画面 却是换回了谜 又在被黑道的人追杀 而他集中出了 从外面冲进地铁 只是不同的是 这一次 他没有被门 掐住了脚踝 片名 心理游戏 首先这部故事 我只能用简单的文稿 说说表面的剧情 这是一部 如果不一帧一帧研究 就欣赏不了的神作 只是单纯 用我前面所讲的剧情 来做一条主线的话 那么只能说 看这部作品 只看懂了皮毛而已 那些伏笔 一个都没有找到 甚至会认为 这部作品有些恶趣味 但是不知道 有没有人发现 在这部作品 打杂金的大哥 也可以看成一条主线 来进展 因为故事所想表达的含义 在开头手机画面 那句英文内容 你的人生 是你选择的结果 也许是每个人的人生 都是自由的 但是自由 就需要建立在 我们每个人的每一个选择 而向互应的另一句话就是 故事从未到达终点 在地铁上 最后的英文 突然出现变换 这是在说明 即便做了选择 可能还会有下一个选择 等待着自己 关于选择的情况 是永远都不会停止 真正精彩的人生 是要面对很多选择的堆积 才能迎接丰富多彩的人生 而接下去 我要说的就是 这部故事最牛的地方 而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小伙伴 可能会听得有些晕 但是不妨碍 你可以停下去看看 回到故事开头 没有提及的一个画面 就是阿金大哥在车上 先录两种选择 第一 就是继续工作 去找谜的爸爸算账 很显然 这个是在表面剧情主线的推进 可以理解为是剧情No.1 而剧情No.2 就是西 被开装杀死 No.3 就是在天堂和上帝的故事 而No.4 就是在复活后的一系列 充满梦幻的经历 西看四是拦住 但实则通过少年查阅的资料 以及自己的理解 它其实更像是旁观者 就像是作者本身 闯入这个故事世界一样 来教会大家如何面对选择 而积极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而No.4的故事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其实这个可以看观众 如何去理解 如果只是单纯 把这当成是大哥的一场心理游戏 那么一切都可以说得通 毕竟歪歪出来的场景 能够复活等等都是可以理解的 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那么就是一部 彻头彻尾的魔幻题材动画 因为在No.4的故事中 导演采用了颜色上的一些特写 而这些颜色 就算是狂欢的理解 绝望将是抛在脑后 当然我这些理解 也只是个人观点 并且这个故事 还有更深沉的解析 数少年无人为力 我虽然懂得所成的已死 但实在没有办法用言语 给大家表达出 这部作品的完全意义 可以的话 希望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观看下原片 亦或者懂得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豆瓣平分8.9的作品 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火色 我是少年 有带你看片 人生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也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医取下 静昂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 和简易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